一夜之间赔了好几万元 发现那个鱼身全部等待三个 陈斌不懂行 买的鱼苗本身就有问题 吸取教训 他重新购集了鱼苗 还专程跑到别人的鱼塘去取经 养鱼的行家告诉他 在大棚里养鱼到了夏天最怕高温 这该怎么办呢 大鱼你的身高有多少 我一米七 一米七 咱比一比 看看这个池到底有多深 好 你看我的走的事来 是不是差不多一米六的样子 对吧 这是水位线 然后你看我这上面 长了很多青苔看着不好看 但是这是我们宝贝 摸得很光滑 鱼在这里面就不会被擦伤 我们就专门用这个 让这个长了青苔 不要清理它 陈斌受北方地区冬天 用储存大白菜的启发 将鱼池向下深挖 以前的鱼池不到一米深 改进后的鱼池深一点六米 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很危险 在夏天那个水温高的时候 它很容易恶音机 稍微有点刺激容易死亡 我们检测下来 我们夏天最高水温28度 外面土壤的水温可能36度 为什么水温这么低呢 得益于我们这个设计 我们现在不是在地面上 我们是在地下 这个所有的那个水啊 从这儿这是地平面 往下一米都全是 它全是水是埋在地下的 它那个土壤是冬暖下凉的 帮它夏天帮它散热 冬天给它保温 因此我这儿 周年水温最低12度 最高28度 对这个亚伦水温 这个大群温 它非常适应 别小看了这一点点创新 鱼池里冬暖夏凉 鱼养好了 菜也就种得好 这东西 这 则